我大概开个八支 九支才会出现三支 专注认真打游戏 可别以为这名男子是一般玩家 他的身份大有来头 转个镜头看正脸 正是金曲歌王诗完兵 同时也是电竞协会理事长 我玩游戏玩了四十年了 从小学六年级开始一直玩到现在 一个是乐器 一个就是游戏 对所以其实 这么长的时间来我是比较 年代出道正职唱片黄金席 看时姐将会合唱 伤心酒店走红 更曾拿下金曲奖 过去除了创作 一天可花十个多小时玩游戏 甚至进入这产业任职 尤其在家防疫 有更多时间沉浸电玩世界 晚餐后八点到十一点 大概这三个小时 那平常白天的时间 就是随时待命 一定会叫我唱歌 但是呢 那版权都不是我的 年轻粉丝总爱听他唱上一曲 访问中歌王也不吝啬开惊丧 除了游戏 谈到最近火红的疫苗话题 是文明透露 八十二岁的妈妈 过去在辉瑞药厂工作 希望等待更好疫苗出现 那妈妈比较相信莫德拉 她的家庭医生建议她先不要打 因为妈妈有高血压 对 因为八十二岁了 各种话题都能聊 从金曲歌王变身为电竞教父 人生坚持作为热爱的事 许文明笑称 游戏和音乐都不会放弃 都在许文娱乐中心 最后报道 是 ヽ ノ